狗狗从小被家里的母牛带大 将母牛当成了自己的妈妈 然而,突然有一天 狗狗竟然开始不吃不喝 每天趴在那里发呆 主人看着自己不吃不喝的狗狗非常心疼 直到它做了一件事 才让狗狗的状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只狗狗为什么不吃不喝? 如果说世界上还有哪一种爱是无私的话 那就是母亲对孩子的爱 而且这种爱不仅仅只出现在人类身上 跟我们拥有同样感情的动物们 也拥有着如此感人的母爱 有时候,即使是不同物种的动物之间 也能够产生浓厚的亲情 就像下面的狗狗和它的牛妈妈一样 在一个村庄里 有一只远近闻名的狗狗 村子里的人们都觉得它是一只非常特别的狗狗 它们把狗狗称为小牛犬 不仅仅是由于它的毛色和牛一模一样 更是因为它只和主人家里的一只母牛做朋友 听到村里的留言 狗狗的主人毫不在意 因为它知道 狗狗把家里的母牛当成了妈妈 狗狗已经两岁了 它出生后不久 狗妈妈就去世了 所以它很小的时候就被带到了主人家 刚到家时 主人打算用奶瓶给它喂牛奶 结果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狗狗竟然跌跌撞撞跑到了正在旁边吃草的母牛身边 母牛当时正趴在地上 狗狗竟然跑到了母牛的怀里 开始找奶喝 这让主人一家都非常震惊 而且这只母牛并没有将狗狗推开 而是任由狗狗在它怀里吃奶 它看着怀里可爱的小幼崽一脸慈爱 从那之后 狗狗就把牛妈妈当作自己的母亲一样亲近 狗狗平时一直待在牛圈里 和其他的狗狗不一样 它不喜欢出去玩 也没有朋友 而且它很胆小 对这个世界感到害怕 可以说 除了牛妈妈 它对整个世界都很陌生 时间一长 狗狗就把牛妈妈当成了母亲 而牛妈妈也对狗狗非常疼爱 照顾狗狗长大 经常给它舔毛 为它梳理毛发 就像真的把它当成自己的孩子 牛妈妈每天和狗狗待在一起 让狗狗陪它玩 狗狗也直接住进牛棚 每天和牛妈妈腻在一起 主人没办法 只能让狗狗和牛妈妈同吃同住 时光仍然 就像狗狗和牛妈妈的关系一样 它们之间的羁绊越来越深 狗狗十分依恋牛妈妈 几乎一天24小时都待在牛妈妈身边 还会爬到牛妈妈背上玩耍 牛妈妈也会任由狗狗胡来 不凶也不恼 完全把狗狗当自己的孩子来宠溺 尽管主人会给狗狗准备食物 但是它还是更喜欢 在牛棚里和牛妈妈一起吃饭 这画面 任谁看了都会以为是幸福的一家三口 而且凑巧的是 它们的毛色也非常相近 果然是命中注定的一家人 但是主人的经济条件实在是不太好 再加上牛妈妈的年纪大了 已经不能干很多活了 所以她打算忍痛将牛妈妈卖掉 终于有一天 主人等到了卖掉牛妈妈的契机 有个男人出嫁很高 这让主人很心动 两人很快达成了交易 卖掉牛妈妈之后 主人数了数手里的钱 连走回家的步子也越来越轻快 到了家里 主人看到狗狗在牛棚里东张西望 好像在寻找什么 狗狗从来没有离开过牛妈妈 眼前的这一幕让她有点慌了神 她看着主人 想问问牛妈妈去哪了 可主人心虚地转过头去 狗狗的情绪一下子失去了控制 眼里的泪水很快就涌了出来 她一声一声地叫着牛妈妈 但是牛妈妈已经被买家迁了很远 主人试着叫了叫狗狗 狗狗并没有搭理她 她从屋里跑到屋外 都看不见牛妈妈的身影 神情愈发落寞 没有了牛妈妈的牛棚 狗狗也没心思待在那里 她无助地守在牛棚的门槛上 茫然地看着牛妈妈离开的方向 正当主人以为狗狗过段时间 就会好一点的时候 突然狗狗好像明白了什么 一溜烟地跑出了家门 从不出门的狗狗突然疯了一样 向外狂奔 这对狗狗来说需要巨大的勇气 在她的生命里 这是第一次鼓起勇气 走向牛棚以外的世界 令人没想到的是 狗狗居然寻着牛妈妈的味道 想去找她 可是她哭着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最后狗狗垂头丧气地回到家 她的泪水充斥了整个眼眶 这一天过后 狗狗开始拒绝进食 不管主人怎么尝试 她都不会吃东西 整天就趴在牛棚里 呆呆地看着门口 好像还在期待着牛妈妈会出现在门口 她就这样盯着 眼睛都不敢眨 就怕错过牛妈妈的身影 主人担心狗狗会饿死 为了让狗狗快点好起来 她想让狗狗交新朋友 于是请到了当地的训犬师 终于摸清了狗狗的心思 训犬师指出 狗狗每天都会去牛棚转转 说明她还惦记着牛妈妈的气味 最好是将牛妈妈带回来跟狗狗重聚 而且应该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了 狗狗如今完全意气消沉 连饭都不吃了 过了几天还是闷闷不乐 悲伤得连食物都不能下咽 这下主人痛心地意识到 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由于不想再看到狗狗 继续这么伤心的想法 主人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这天 狗狗依旧趴在 有牛妈妈气味的牛棚里 突然 门口出现了熟悉的身影 主人牵着她心心念念的 牛妈妈回来了 原来是主人看狗狗实在可怜 便又把牛妈妈买了回来 主人说 这头牛是狗狗唯一的亲人了 我把牛卖了的话 狗狗太可怜了 狗狗看着自己心心念念的 牛妈妈非常激动 她依恋感激地看着自己的主人 然后迫不及待地 要跟牛妈妈一起玩耍 终于狗狗又恢复了 往日的活力 主人看着团聚的狗狗 狗狗和母牛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主人的善良让他们母子团聚 但是狗狗的心理问题却愈加凸显了 狗狗存在明显的自闭症症状 再这样下去 它会完全失去犬类的特征 狗狗和牛妈妈的故事被更多人知道后 有宠物医生表示 自己愿意提供帮助 现在狗狗不仅没有失去自己的牛妈妈 还有了很多狗狗朋友 也更加亲近人了 虽然过程有点曲折 但幸好结局是好的 就像童话一样 狗狗和牛妈妈从此幸福地生活在农场里 与人类的感情相比 动物也能展现出纯粹且动人的感情 这种温暖的爱不仅能够拯救其他动物 也能够跨越物种 感染到善良的人类 动物之间尚懂得感恩与互爱互助 那我们是不是更应该 对家庭和社会多一份感恩 多一些温情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别忘记订阅 点赞和评论 我们会持续为您带来 更多动物们的感人小故事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